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1年 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 巴塞尔只访问过俄罗斯和中东国家 此次访华之旅对于叙利亚外交意味着什么 他这次来华访问又带着几重任务 有外界分析认为叙利亚总统访华 第一个不高兴的可能是美国 第二个可能是土耳其 那么外界缘何会有这样的分析 2022年1月 中国和叙利亚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 叙利亚正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的成员 巴塞尔此次来华访问 带了政治及经济代表团 中序之间的合作如何更上一层楼 有叙利亚的政治分析人士表示 巴塞尔对中国的访问 可能会推动叙利亚重建工作 叙利亚重建中国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成功话题 今天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个点评 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叙利亚总统巴塞尔阿萨德 于9月21号访问中国 根据总统办公室公布内容 巴塞尔将与习近平举行会谈 也会在北京和杭州出席一系列会议和活动 巴塞尔届时会率领政治和经济代表团出访 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交部长费萨尔·米格达德 经济与外贸部长哈利勒 总统事务部长曼苏尔·阿扎姆 以及总统特别顾问布塞纳·沙班 巴塞尔曾在2004年访华 这将是他自2011年叙利亚爆发战争访问的第六个国家 此前他曾出访俄罗斯、伊朗、阿联酋、阿曼和沙特阿拉伯 叙利亚媒体形容这次访问将成为 叙中关系进程中的战略里程碑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 中序走近让美国在中东的政治空间进一步萎缩 中序两国领导人此次北京会晤 表明了中国对叙利亚的坚定政治支持 叙利亚与中东地区国家的紧张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方的压力 因为西方国家千方百计想孤立叙利亚 董家你好 你好 叙利亚的总统巴善尔阿萨德 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序峰会 巴善尔还会同第一夫人在北京跟杭州 出席很多场的外交活动和论坛 并且会出席我们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的开幕式 巴善尔这次访华 整体的行政上的安排有什么样的亮点跟看点呢 那当然首先是两国元首之间的政治会谈 那么他要为下一步两国关系的发展 要规划一个路线图 那么指引两国关系朝着这个体制升级 这个方向去发展 应该说呀这个巴善尔总统 19年之后再次访华确实是不容易 因为这19年当中 特别是自2011年以来 这个叙利亚经历了一个深刻的 就是局势的变化 它的发展环境 安全环境都有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这种情况下呀 阿萨德巴善尔总统不得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 来应对国内问题 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时候啊 抽出时间来访华 确实是排除了其他众多的日程 那么把这个发展对华关系 这个置于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来考虑 所以呢我想呢 这次放华呀 他一定是能够取得在政治啊 经济啊 人文交流领域 以及就是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等方面呢 他都会有收获的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啊 巴善尔只访问过俄罗斯和中东结盟的国家 所以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呢 他这次访华意味着刚刚摆脱外交僵局的叙利亚 在国际秩序当中地位的一个上升 您怎么来解读 这种评价呢 我是同意的 为什么呢 自这个2011年叙利亚呀 爆发这个内乱以来 应该说叙利亚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也好 在中东地区也好 处境相对艰难 甚至某种程度上处境相对孤立 现在呢 伴随着今年三月份 中国斡旋沙特伊朗改善关系 推动了整个地区的缓和这个局面的出现 那么叙利亚也是得益于伊朗沙特改善关系 从而呢能够重返阿盟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平台 叙利亚呢 它现在呢就是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空间就增大了 那现在呢对这个国内的无论是这个战后的这个经济重建 还是这个推动这个国家治理啊 更加的完善 特别是在恢复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 它的道义基础应该是比以前更加得到了这个加强 所以呢我认为呢 叙利亚呢 它现在的地位呢 是有提升 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地区的地位 还是这个国际上的地位都有提升 刚刚您也说到 这是巴塞尔时隔近20年再次访华 您觉得它这次来带了几重任务呢 我认为它这个这次啊 首先是要争得中国方面对叙利亚的政治支持 这个政治支持我前面提到 就是自2011年这个西亚北非动荡以来啊 叙利亚在地区的处境相对孤立 那么呢 对于巴塞尔总统领导叙利亚人民 就是尝试恢复主权领土完整这个斗争啊 那各种说法就很多 而现在呢 它要在友好国家当中 争得有利的政治支持 这个政治支持 它不是一个空洞 你比如说恢复主权和领土完整 它是有特指的 为什么要恢复主权和领土完整 因为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现在不完整 那要恢复它的完整 那就要求造成它叙利亚领土不完整 主权不完整的外部因素 或者是外国军队要从叙利亚撤走 这个支持是非常重要 另外叙利亚面临这个非常繁重的经济重建任务 和民生改善任务 而且去年年初中旭两国之间签署了 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这些叙利亚都表达了叙利亚的一个热情 想要把国内的充建和民生改善 与一带一路形成对接 这样的话 推动这个过程能够加快 第三 我们也注意到巴塞尔总统 他要在杭州 不但出席亚运会的开幕式 还要有一些参观活动 那他就要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 看看对叙利亚有些什么帮助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 我觉得中旭两国它是友好国家 那么两国之间政治互信非常的巩固 双方在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 那么这次可否尝试 或者是探索两国关系 能够升级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空间 你也提到在中国的斡旋之下 沙特跟伊朗是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和解 中东也迎来了和解潮 那么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 中国是否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中国一直在这叙利亚问题上主持公正 而且立场是非常的客观的 说到底叙利亚人民要发挥它的主体作用 那么叙利亚的主权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 那么对叙利亚的非法的单边的制裁必须解除 那么任何外部势力想要在叙利亚推动政权更迭 这个念头最好放弃 这是叙利亚政治解决的大前提 而中国正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而且是同国际社会形成了一个互动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中国这个曾经设立了叙利亚问题这个特使 那么第一任特使是岳小勇大使 那么后来呢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也频繁的这个穿梭于叙利亚 那么他们是在这个为和平奔走 当然叙利亚现在它这个政治解决 它这个路径现在是那个 还是充满了一些困难 一些挑战 但是不能说因为有困难 国际社会就会放弃这样的努力 或者中国就要放弃这样的努力 恰恰是越要困难越要迎难而上 这个早日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 叙利亚曾经被称为是阿拉伯主义跳动的心脏 在中东地区也有这种牵移发而动全身的一个影响 那么叙利亚局势的稳定 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说 有怎样特殊的重要性呢 我认为叙利亚局势如果实现稳定 这个国家实现和平 对中东地区是一个利好消息 那么它首先它就会使地区的主题 重归发展 重归合作 那么就使得这个中东地区 它能够追赶上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浪潮 新型工业化的浪潮 那么使地区国家相当部分的民众摆脱贫困 使他们能够过上好日子 而且它能够壮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力量 那么推动当今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 朝着共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认为叙利亚它现在采取的政策方略是正确的 因为我看到它是现在在积极地 在顺应沙特伊朗改善关系的势头 那么把自己融入到地区合作发展的洪流当中去 分析认为在中东和解的背景之下 巴萨尔这次访华可能会引起欧美国家的不满和不开心 第一个不开心的就是美国 另外一个就是土耳其 您觉得外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呢 外界这个猜测我认为它是符合逻辑的 因为美国叙利亚之所以今天变成了四分五裂 这个山河破碎 人民经历了人道主义灾难 人权灾难 这个与美国是脱不了干系的 也就是说美国是造成叙利亚至今动荡 然后国家三分天下的主要外部因素 那么现在巴萨尔他访华寻求友好国家的支持 那么要向世界宣示叙利亚人民要同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外来干涉新干涉主义进行斗争的这个决心 而且要朝着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方向 完整的这个方向去努力 美国当然不高兴 因为他要把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 就是和这个地缘经济企图啊 他变得不顺利 变得比较麻烦 所以美国不高兴 那么说这个土耳其也不太高兴了 我觉得呀 土耳其不高兴 他可能是心里的不高兴 他不会公开的表述出来 因为土耳其高兴不高兴 这个原因呢更加复杂一些 更加的复杂 就是说现在叙利亚是三分天下 也就是说政府方面控制了接近70%的国土 另外一部分国土被土耳其控制 还有一部分国土被美军占领 所以它是个三分天下 这个三分天下呢 恐怕还要长期化 而土耳其现在呢 他这个巴塞尔总统访华 那必然要提出如何恢复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那就涉及到外国军队是否要走 那土耳其当然他就不大高兴 可这是一个因素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 土耳其啊 这些年来有两个方向特别的重视 因为什么他为了实现土耳其世纪的这个宏愿 为了加强战略自主或者捍卫战略自主 那么他非常重视对华关系 同时也非常重视与俄罗斯伊朗组成的阶段性利益组合 因为这会加强增强他本身的战略筹码 与这个阻挠遏制土耳其实现2053愿景 和土耳其世纪的外部力量进行周旋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说的意思 他也得考虑到 如果说公开的表示不高兴 那对土耳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呢 我认为即使他不高兴 有些想法那也只能是心里作怪 有分析认为巴什尔这次访华 是中旭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您会怎么看待他这次访华 对中旭关系的意义呢 这个访问呢 他首先呢 就是说要深化中旭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 同时呢 双方呢又会探讨如何去实现叙利亚的稳定 和平 然后战后重建 民生改善 以及叙利亚如何他在地区舞台上发挥他本应发挥的作用 这一系列的这个重要问题 而且呢 中旭之间构建这个合作呀 他也是中国在这个中东地区啊 同普 就是普遍同所有地区国家 奉行一个友好合作 互利共赢 这样一个政策的继续的和深入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 这次两国关系在战略层面 在政治领域 能否有新的突破 或者新的提升 这恐怕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一个 重点方向 好 先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分析 下节回来继续在您关注 叙利亚政治分析人士表示 巴刹尔访问中国可能会推动叙利亚重建工作 先问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一会见 新闻电视台欢迎你回来 叙利亚总统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华 中东媒体分析 经贸合作是巴刹尔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 叙利亚总统巴刹尔率领的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官方代表团访华 中东观察网站认为 叙利亚经济部长的参与 可以表明此次访问的经济动机 叙利亚当前迫切需要中方提供援助 以重建国家 同时发展双边经济 投资和技术合作 叙利亚政治分析人士阿比多 在接受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采访时分析称 巴刹尔此次访问将会是 久经考验的两国深化合作的好机会 2022年1月 中国与叙利亚已经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谅解备报录 叙利亚正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的成员 阿比多认为 两国的合作协议可以扩大到食品 制药和技术等领域 2023年4月 在与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骏会务期间 叙利亚总统巴刹尔夸赞中方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积极作用 还提到了放弃使用美元 选择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新趋势 叙利亚总统巴刹尔阿萨德这次是带了一个高级别的政治经济代表团来话访问 从这个人员的组成上来看 您觉得中国和叙利亚之间在哪些领域拥有合作的空间呢 我感觉呢 现在首先是政治领域 那么政治领域要丰富两国战略互信它的内涵 然后呢 把两国的这个合作呀 做实 那么政治为什么重要 那就是说双方都面临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的无理的压力 那么都面临着捍卫自己的主权 独立 领土完整和制度安全这样的一个使命 所以呢 双方在政治领域加强沟通合作非常重要 那还要我认为下一步会形成一些机制化的这种磋商 那么包括就战略问题展开磋商 那么这是政治上在把握关系的走向 第二 那就是经济领域 经济领域那着眼于两国的经济合作 它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 而且呢 叙利亚它现在呀 面临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 这个首先是由于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造成的 也就是美国推出凯撒法案 然后它不光是对叙利亚这个国家的制裁 它还把它延展为这个长臂管辖 这样的话 现在叙利亚这个经济压力非常大 几乎经济啊 濒临崩溃 那还再加上今年年初的地震 地震灾区它现在这个重建工作还没有完成 应该说这对叙利亚的经济来讲 这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所以如何现在改善叙利亚人民的这个民生状况 如何在政府控制区内 把一些经济活动啊 给它激活启动 这是当务之急 我认为呢 这也是巴塞尔总统这次访华的一个重点议题 第三呢 那就是巴塞尔总统 他还要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长远发展 那要探索正确的发展道路 那他要借鉴友好国家的成功经验 当然要与叙利亚本国国情结合起来 但是呢 这方面我认为巴塞尔总统是非常关注的 同时我也觉得呀 这次巴塞尔总统啊 他是对这个两国关系啊 一是领域的扩大 另外是寻找一些新的增长点 他这个都是有很高期待 特别是在这个现在啊 卫生领域 因为我们知道叙利亚他也这个 连续三年的新冠疫情 对他这个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在这个旅游啊 在投资啊 特别是科技创新领域 因为叙利亚他也想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 所以呢 我感觉呢 从他的代表团的人员构成上 应该是体现了巴塞尔总统 对蓄中关系提制升级的考量和期待 刚才您也提到 叙利亚现在的经济状况是不容乐观的 想要提振叙利亚的经济 中国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能帮上什么忙呢 现在呢 我认为呢 在这个民生领域 中国还是能够帮上忙的 也就是说呀 我们这种帮忙啊 完全是从叙利亚人民 他的这个本身的 切身的这个利益和处境来考虑的 你看今年这个年初叙利亚发生地震的时候 中国是在第一时间 向叙利亚人民提供了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 现在呢 叙利亚人民仍然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我想呢 因为建于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 它的根基非常的牢 那么呢 中国呢 在这方面呢 它又有一定的能力 所以呢 我认为现在在这个人道主义救援领域 中国可以发挥作用 此外呢 在政府控制的区域当中 帮助恢复经济 所谓恢复经济 就是要恢复被战争 所破坏的城市基础设施 你比如说供水系统啊 供电系统啊 这些方面 中国都可以这个发挥作用 当然了 我刚才提到叙利亚 它这个经济比较困难 特别是它国内啊 通胀率比较高 它这个货币啊 被这个美元呢 摧残得差不多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它这个企业的就是说支付能力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短板 即使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的中资公司也好 我们的这个政府有关部门也好 出于维护中区两国人民 友好的关系这个大局 出于这个帮助叙利亚人民 解决极难筹判问题这样的考量 我们恐怕会把人民的友谊 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而把其他的经济上的那种考量 或者经济上的技术环节 那个以后再这个妥善处理也可以 所以呢 我认为当前来讲 主要还是在它恢复 它的城市基础设施啊 民生设施 以及百姓的人道主义需求方面 中国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中国同叙利亚在2022年是签署了 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啊 也有分析认为说呢 巴塞尔这次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 也是想推动这个叙利亚的重建工作 那么在重建工作当中 中国又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刚才这个提到这个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那叙利亚它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 而且它所处的地缘位置非常重要 我只指啊 这个一带一路在中东地区的铺展 它的叙利亚处在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说叙利亚理应成为一带一路 这个上面的一个关键的枢纽国家 可是呢 虽然我们签了这个协议 但是这个协议啊 现在马上说把它操作起来 变成一个宏伟的画卷 还有相当的困难和挑战 最大的困难挑战 就是这个国家现在山河破碎 四分五裂 那么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能够在政府统一管理之下的这个国家 那么就会对我们一带一路的实施啊 造成这个困难和障碍 那同样这个破解这个问题的方向 也就出来了 怎么样能够使一带一路造福于中续两国人民 那就是要更加坚定的支持叙利亚人民 恢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另外我们看到叙利亚的第一夫人啊 阿斯玛这次也是跟随巴什尔第一次访问中国 她是拥有英国跟叙利亚的双重国籍 而且她的母亲是一个外交官 西方的媒体呢习惯称她为这个沙漠玫瑰 那这个第一夫人在叙利亚的外交当中 能够发挥什么样特殊的作用吗 这个阿斯玛女士啊 受过良好教育 那么人又漂亮 这些年来呢 就是说成了总统夫人之后啊 她这个特别的关心呢 妇女儿童事业 她自己设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 就是说要为那个最基层百姓的小微企业啊 提供优惠贷款 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周末 她虽然是逊尼派穆斯林 可是呢她由于是在英国长大嘛 在英国的时候 她有的时候她也会到这个教堂去 那叙利亚呢 她也有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堂 她有周末的时候她会去教堂啊 干什么呢 去跟这个对这个孤儿啊 提供一些帮助 总统夫人在一定程度上 她的形象是有利于叙利亚树立 这正面形象 非常感谢董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